除了刚刚看到的这个空中分裂室啊 操枪一队表演啊 那么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天降神兵 12名神龙小组的队员了 今天呢有6人没有精准的着陆在这个府前广场啊 而是降落在这个228公园还有太平国小 那么唯一的一位女队员吕淑呢 降落的时候呢脚也稍微有一点拐伤的情形 不过呢这个没有办法让大家忽视成功的演出 另外那个6位的这个神龙小组的成员了 其实过去神龙小组呢常常因为天气不好就临时取消 今年100年的国庆老天很给脸很赏脸 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气候啊风向啊 都可以让有6人精准的着陆天降神兵带来惊喜 走通府上方排悬多时的中型运输机到了11点24分 神龙小组准时跳下 这是过去100年国庆典礼上的第一次现场嗨翻了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第一位这个神龙小组的这个队员 已经跳下来了 第一位带头从2000英尺高跳下的神龙大兵 是航特部副指挥官黄纸恩少将 人伞合一精准控制 这是神龙大兵的最高级展现 而随后加入跳伞阵容的神兵们 也都驾驭着红白蓝三色举行一伞向下飞翔 他们边飞边调整方向 边飞边闪避大楼 还有人在脚上装饰彩或是国旗 而象征国旗颜色的三色喷雾 是神龙小组在天空展演的高潮戏码 每一位这个神龙小组的队员 他们这个脚上都有三色的彩烟 就这个辉映他们的这个三色的这个伞 是一样的代表的 青年白日满地红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 经过六分钟飞行 第一位神兵精准着陆总统府前 截至后续第二位第三位 一共六位神龙小组成员也都顺利精准着陆 不过这时天后状况忽然改变 后续即将抵达的神龙小组 忽然被刮起的侧风越吹越远 有人被吹到大楼上方 还有人飘到重庆南路上 而十二名神龙小组当中唯一的女神龙 最后也是见首不见尾 被吹到了大道城附近 可见过去想要在国庆典礼上表演神龙跳伞 难度有多高 虽然有一些小小的瑕疵并不是那么的完美 但是呢其实表现可以说是已经非常非常的精彩 最后六位成功精准着陆的神龙队员一字排开 他们很有精神的向马总统致意 这是中华民国典礼上最精彩的生日礼物 中天新闻综合报导